大家好,我是斯坦利叔叔,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本期影片开始之前呢,先请各位点击订阅 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场赛事的推荐了 那做这个频道并不是鼓励大家去买球赌球 只是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喜欢足球,喜欢博产,喜欢分析比赛 通过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交流 更多的呢,还是从足球比赛本身出发 在大家看球的同时增加一点乐趣,仅此而已 那我也不是任何的机构,庄家 想买球的话,有很多其他的渠道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订阅观看就好 真是赌球赢了钱,不用谢我 那输了呢,也不要骂我 我也不可能所有的比赛都说对 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了 所有对比赛的看法,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那大家参考就好 当然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和订阅 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把它做下去 做好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首先来看芬兰对俄罗斯 博彩公司开出的是受益球 芬兰小组赛首场比赛爆了全取三分 就无疑对于球队的出现形式十分利好 此一一旦再次取胜 球队锁定一个小组出现名额 战役充足 前锋波赫阳帕洛上场比赛 在下半场投球打入全场比赛唯一进球 帮助球队取胜 这也是队时首个欧洲杯进球 那芬兰的头号球星 无疑是诺维奇前锋普吉 而他也是芬兰此次能够出现在 欧洲杯赛场的最大功臣 预审赛阶段他个人就包揽了球队 16个进球中的10个 表现得十分高效 教练是56岁的卡内尔瓦 他是芬兰国内顶级的教练 还在2020年被评为了芬兰年度最佳教练 首场小组赛面对丹麦 虽然比赛中途出现了突发状况 比赛也暂停了两个小时 但最终比赛还是恢复进行 球队以1比0立刻了丹麦 取得历史上的首场国洲杯胜利 首场比赛展现出了很强的防守能力 全场比赛球队多次救险 让丹麦的22角射门都无功而返 最终零封对手取得胜利 俄罗斯小组赛首场比赛就遭遇失利 此一如果再次落败 小组出现的机会就变得十分渺茫 所以本场面对芬兰 无疑是一场必胜的比赛 上一场面对禁驴比利时 球队虽然在主场作战 但最终还是0比3不敌对手 遭遇了开门黑 首场比赛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且球队又在主场作战 比利时又缺少了德布劳内等几名主力 但依然遭遇了一场完败 士气颇受打击 在防守端也是漏洞百出 半场没有结束就两球落后 后防线存在严重的隐患 那双方已经12年没有在正式比赛里交手 此意对于两队来说都是一场遭遇战 俄罗斯整体实力还是在对手之上 所以从比赛开始 俄罗斯就要在进攻端 给予对手足够的压力 争取将战火延续在对方半场 同时三条线的位置要控制好 一旦对手反击 在中场就要形成有效的拦截 两队的关键球员 本赛就在英冠联赛 普吉大杀四方 最终打进26球 帮助球队冲超成功 回到国家队 他仍是一哥 作为前场的绝对核心得分点 普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他吸引对手的防守 从而给队友创造出进攻的空间 俄罗斯这边的98 本赛机在俄超联赛 总共打进了20个进球 外加6次助攻 状态同样十分火热 这分18年本土世界杯 大放一彩的高中锋 帮助球队杀入八强 本届欧洲杯小组赛 虽然俄罗斯遭遇失利 但98在前场的支点作用 依然明显 是球队为数不多的亮脸 那俄罗斯本届欧洲杯 前两场小组赛 均在圣彼得堡进行 无疑需要抓住这两场比赛 尽力抢分 从而得到小组出现的主动权 首场比赛 俄罗斯不敌了比利时 那么这场面对芬兰 无疑是一场必胜的比赛 芬兰上场爆冷击败了丹麦 除了球队的发挥出色之余 也与对手发生突发状况 发挥不加有关 但这场比赛 面对准备充足的俄罗斯 相信芬兰恐怕很难延续 首场比赛爆冷的表现 那本场数据方面 俄罗斯也是得到了认可 在首场惨败之后 还可以得到机构的力挺 其实力优势和主场优势 均得到了体现 机构本场还是看好 俄罗斯在主场取得首场胜利 结合盘口 那我个人还是更看好 上一场爆冷的芬兰不败 土耳其对威尔士 国产公司开出的是让平板 那土耳其小组在首场比赛 遭遇失利 但输给了小组实力 最强的意大利 也是可以接受的 此一面对出现 直接竞争对手威尔士 球队肯定希望全取三分 欧洲杯的揭幕战 对手是意大利 虽然上半场土耳其顶住了对手的猛攻 但下半场接连丢球 最终0比3完败对手 意大利的强大压迫之下 无法找到自己的比赛感觉 全场比赛威胁进攻几乎没有 只有三角射门 没有任何一角打正 此前三场世界杯预选赛打入十球 单场至少可以打入三球 但首场比赛就遭遇零风 可见队友在进攻端表现起伏很大 威尔士目前小组赛出现形式并不明朗 不过此一能够击败土耳其的话 球队将占据小组出现的主动权 相信肯定会全力以赴 基辅摩尔首场比赛作为威尔士的主力中锋出战 在比赛的下半场他投球破门 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威尔士这边贝尔本赛自己在回到热刺之后 竞技状态明显得到了提升 但首场小组赛在对手针对性的盯防下 贝尔没有一次过人成功 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是瑞士 在比赛前球队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比赛开始之后 威尔士也是处于下风并且率先丢球 但最终球队还是顽强的逼平了对手 取得了一分 基本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 那两个边路的突破依然是球队主要的进攻方式 但是他们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偏弱 双方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交手记录 此意对于两队来说都是一场遭遇战 那本场比赛呢 在阿萨拜江的首都巴库进行 威尔士首场比赛也在这里举行 球队比土耳其更适应比赛场地 也省掉了长途飞行的时间 土耳其无论是热身赛 还是预选赛的表现呢都是很出色的 说明球队是具备了不俗的实力 而威尔士首场比赛与瑞士的比赛十分吃力 虽然最终逼平对手 但在场面上处于明显的 此意机构依然不太看好他们 目前数据上也是给予土耳其让步 看好其拿下欧洲杯的首相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 威尔士不败 之前有人留言问我有没有微信 那微信呢是我个人比较隐私的东西 这个平台上面呢 全世界各地方哪里的人互相也不了解 我暂时不会公布个人信息 但是我也说过后面晚一点 看能不能建个微信群 有共同爱好的人 大家一起交流讨论 所以别着急 让我再想一想 如果各位有任何关于比赛的问题 请在评论区留言 包括你希望了解的比赛 那我会争取做到恢复每一条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